对准草地上的这个大水包 用力一踹 原本平静的草坪 竟然缓缓浮动了起来 再来一脚 更是喷出大量的水 这到底是啥情况 事实上这种现象被称为草坪气泡 由于水被困在了草坪下面 无法及时排出 最终才出现了这种水泡的形状 它们的体积并不一致 有的大到像是一个小山坡 有的小到甚至看不见 这种踩在上面就如同水床的东西 其实非常危险 如果不及时解决 会危害周边的草坪 当然可不是找个针 戳破那么简单 因为草坪气泡 大多是因为突然的强降雨 未能及时将水排走 导致雨水堆积在草坪下形成的 这需要对周围的排水系统进行排查 以防止洪涝灾害的发生 不过要是不下雨 草坪上还有水泡 便会是另一个形成的原因 地下管道断裂 在某种意义上来讲 这时的草坪气泡起到了警示的作用 提醒人们 疑似水管破裂 请及时进行修补 除此之外 还有一种罕见的情况 那就是内部存在甲碗的草坪气泡 例如2016年科学家在西伯利亚地区 发现了大约7000个草坪水泡 它们内部充斥着大量的甲碗和二氧化碳 而形成的原因则是植物腐烂后 地下微生物分解的成果 一旦暴力戳开 这些水泡就会秒变炸药 对此 大家在生活中 还见过哪些类似现象呢 我们下期再见